我們今天是全新企劃 決戰 止盡之巔 這台車是單速車 是沒有變速的 好遠喔 15%的波 哈囉大家 我是炎醬子 看我今天穿了這身衣服就知道 我們今天是全新企劃 我現在人來到了這邊 中山北路七段一百九十項 我身後呢 就是著名的天目圓環 雖然是陳金鴻吉時 但現在還是 就沒那麼熱鬧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是全新企劃 這叫做決戰 止盡之巔 這一集我們要來挑戰 全台灣各個地方的超斗上坡 那要怎麼挑戰呢 超斗上坡騎公路車 就不好看了嘛 所以我今天特別準備了這一台 我的全新戰區啊 止盡之巔號 雖然它是藍色的啦 我特別跟我們這個美麗達夥伴 跟他借了一台的使用 我們待會呢就會騎乘這台淑女車 來挑戰 究竟這些住在山坡地上面的這些人家們 我們剛剛稍微去場看了一下 用Google拉了一下地圖 500公尺就要爬升 平均坡度是12%以上耶 他們真的是騎得回家的嗎 所以我今天就來幫大家實測一下 待會我們先試走一次這條路 總共500公尺 全場看看大概是要爬升多少 待會就要用我這一台 止盡之巔號來挑戰了 第一步我們現在量測一下 這台車現在到底幾公斤 它的重量總共有18公斤 畢竟它是全鋁合金的材質 我們這台車主打的就是一個耐操 我們剛剛從天母圓環起點 一路到這邊 大約大約只經過130公尺 這130公尺呢 平均坡度剛剛從前面看起來 是從大概3% 4% 到這邊大概6到8%左右 但繼續往後 看一下身後這一段 一路往上 車表上面從黃色、紅色 再到深紅色 你就可以看到這後面接下來的路段有多陡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策略 應該從這邊出發之後到這一段 是需要有一點點加速的 維持這個速度之後繼續往上 我這個坡 才可以努力克服這一段 第一個大約超過12%左右的這個坡度 那第二個考驗 是在前面有一個小小的S型 繼續往上之後 才會開始 光是這樣走 就很走 很陡會喘耶 我光是這樣走心跳就已經100了 等一下騎車怎麼動得了 這個坡度現在看起來 平均坡度現在這邊 大約是6到8% 但是 越上面越陡了 走到這個斜坡 到第一個算是小山頂的考驗 坡度已經來到了平均11% 哇 再往上看 這才是第二個考驗的開始 好陡喔 車都這麼寫耶 車表的顯示這邊 平均坡度 這邊是小小的平緩地大概6% 可是我們一進到這邊 哇 太誇張 你看得到那個後面的鏡頭嗎 這個坡度這麼陡 現在來到了12%左右 這邊就是第二個考驗的開始 等一下我從那邊的地方 應該要稍微有點加速 維持一點速度 才可以把慣性帶到這個第二段坡度 這個坡度到前面那邊 有個寺廟 一路應該都是保持像這樣 平均坡度 11%左右 是很陡的一個路段 好喘 大家來到這一段 平均坡度已經超過10%了 我走的都好喘 你轉過來看這邊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這個抖度耶 這邊的平均坡度15% 確定我騎得上去耶 15%的坡 看到我們今天的終點了 我們到底的終點就是前面這個 進光式的牌子 你看我現在要往後身後這邊看下去 居高臨下 這邊才是真 天龍國的天龍國 天母的最上面 我身後這邊全部都是豪宅區 我們爬升到這邊 總共的里程 450公尺 平均的總爬升46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每個平均路段都是平坡度超過10%的 我們要爬460公尺 騎著我們那一台 18公斤重的淑女車 究竟可不可以挑戰成功 而且我今天還特地身裝打扮 畢竟 你知道大家下班之後 騎回家就像這樣 西裝這樣 OK 打戰 開始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天母 那麼高 天母人好像沒在騎腳踏車 老實說我們拍照 現在是沒看到半台腳踏車 而且全部都是有司機接送的 摘下去再換 司機放完就馬上來了 所以你是第一人 你看我們等一下 叫騎上來的坡有多陡 而且這往下看 紅紅的那一棟 就是我們大概圓環停車 那個位置的附近 我們要從這邊騎上來 走啦 出發 開始決戰 止境之巔 OK 我們的決戰止境之巔 準備開始第一次挑戰 那我們這個挑戰的宗旨呢 就是不是要比快 比的呢 是在這段坡當中 不能停下來 我就要一次完成 靠著我這個沒有變速的 鋁合金18公斤淑女車 一次成功 這個時候 就完全是靠我的腿力了 那這次開始挑戰之前 因為畢竟等一下有些畫面 攝影師可能會在上面拍 所以我還搭帶了我最好的夥伴 Insta360在前後 幫我拍攝紀錄下來 你看 他屁股這邊 可以固定我的這個視角 他在前面 又有一個第三人稱自拍桿可以拍我 話不多說 準備開始 開始計時 出發 挑戰開始 GO 前面這一段 需要有一些速度的帶領 因為我這台車是單速車 是沒有變速的 現在已經 波度來到了 8% 好遠哦 現在波度 Serva 好喘 我才都不會動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開箱 Insta360最近出兩個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配件 因為其實以往大家也知道 我們很多公路車的畫面 其實都是使用360相機來拍攝 但有幾個點 就是 它都然架好之後 有拍出那種 好像是有大師攝影機在前面 拍你的那種畫面感受 但有幾個缺點 例如說你在騎乘很長距離的時候 它會因為一些碎震 或是距離時間變長之後 有些零件部位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鬆脫的可能性 所以以往我們都要做一些小小的改裝 但它這次出了這兩個配件 我覺得真的是很讚 這個龍頭馬表座 延伸結合了360相機的四分之一螺絲底座 所以前面這邊是可以裝你的車表的一個設定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你的車表放上去 那這個原廠也附了各種規格 不管你是Garmin Wahoo Brighton 甚至是其他類型的規格 它都有這個鎖頭可以讓你來裝你的馬表使用 這個往下看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一個運動相機的公頭底座 就是三條線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你的運動相機的轉接座 甚至是有一些車燈的設置 都是做這種東西 就可以把它鎖在下面 那個有一個快拆鎖就可以固定在這 那前面這個位置呢 就是鎖INSTA 360相機的一個底座了 這個底座很好的地方是 它是四分之一的螺絲孔 除了這樣的延伸方式之外 我們自己也有嘗試過 使用一些延伸感 讓它的畫面可以再拉長一點 因為畢竟這個機位的設定 如果你的相機軸距離你越近 視角就會越垂直 從下往上拍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變化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延伸裝一個延長感 拍攝出來的角度也會長得很不一樣 那如果你的龍頭把手啊 不是像我車架是這種圓頭的系列的話 它其實也有出這種一體把的設計 那這一體把的設計呢 現在也是符合大部分公路車的這種把手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裝那個 是需要鎖螺絲鎖在龍頭上面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用這種一體把的方式 它就可以固定在馬表座下方 這個時候往前延伸 一樣可以拿來當作馬表座 以及360支架 還有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延伸的轉接座的 一個很好用的馬表延伸攝影的這個支架 接下來看到屁股的延伸座 這個角度的視角 拍攝出來的畫面 就會很像有人一直在後面 拿著相機拍攝你的背影 你在抽車你在衝刺 鑽一些車縫的時候 用這台相機的視角 就可以拍出那種 很難有人可以從頭到尾跟隨你的畫面 那以往之前出的這種支架 是只有鎖顧在這個坐管下方 然後往前延伸 它沒有新出的上面這個支架 那這種狀態呢 我們之前拍過幾次 就會越拍越下垂 然後有可能會不小心磨到輪胎 你把它往後延伸出來 這個時候的自拍角度 就是平常很難拍攝到 那這個延伸自拍角度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在這邊可以固定住 這個時候它的穩定效果 就可以提升不少 所以如果你也是單車愛好者 想要騎乘記錄下來 你自己騎乘這些美麗的畫面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入手 最新推出的這兩個配件 因為以往可能在固定上 你可能還需要做很多的學習 但現在它越來越簡化 你只要把相機架上去 就可以輕鬆拍出很厲害的大師鏡頭 大家可以到Insta360的官方網站來看看 下方也附上資訊欄連結 最重要的是他們最近的App 也有很大的更新 以往很多車友 可能錄完不知道該怎麼剪輯 現在App只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就有支援AI剪輯 讓你的運鏡可以更加輕鬆 期間 放回一下 太陡了啦 挑戰失敗 手錶偵測到事故了 還好有安全帽 你看我們的重點在那邊 潑頂就差一點點 失敗了 這個挑戰我們剛剛停下來的地方 大約是500公尺 平均總爬升大約是45公尺的海拔爬升 所以大概總距離我們這樣平均破9% 但最陡最陡我們這一段 跌倒的這一段 到看到前面的數字30那邊 大約是這一整段路難度最高的 那邊大概是15到18% 可是我們還沒有騎到那邊 就已經殞落了 我這次的策略有點失敗了 畢竟淑女車是單速車 所以他沒有變檔那我在前面比較沒有那麼抖的情況 又騎的有點快 灰塵數的高 讓我心率一下就上升太快 那實際到真的開始抖的時候 心率已經在一定喘的程度的情況下 其實就越騎越累 而且心肺已經到那種 炸裂的感覺 很像你在跑一個間歇訓練後面完全跑不動的那種狀態 那剛剛最後到這個跌倒的這一段啊 我覺得也算是 腳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我下次的策略啊 在這麼抖的路線上 我會改變 這個戰術 不會直直的跟他撞下去 我會開始用踩S型的那種 Z字型跑法 這樣我的坡度就沒有這麼抖 比較有辦法 順利的挑戰上去 你看我的這個西裝外套 整件都濕了 就看得出來我是真的非常盡力吧 挑戰指釘之巔 雖然首級失敗了 但沒關係 如果這個影片點閱率還不錯 大家回想也蠻好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 往全台灣來挑戰 全台灣的挑戰指釘之巔路線 如果你家旁邊 剛好有一條路線 是在你家門口很陡的話 歡迎推薦 但不是要推薦我去騎什麼 武嶺啊 風貴嘴這種 山路 我們要挑戰的就是 大家的住家前面 竟然回家之前 要騎 這麼陡的一段上坡 這個挑戰 即將開始 揭開我們新的序幕 手級就挑戰失敗 蠻灰心的 但沒關係啦 如果我們挑戰三五條路線之後 可能我腿力真的變強了 我再回來挑戰一次這個 18%的魔王坡 天母圓環 留下一點點遺憾 也是好的 我之前就這樣之外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橫档 也歡迎大家在樓下 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家附近 有沒有剛好一條回家 一定要爬這麼陡的坡 才可以到家的路線 歡迎分享給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